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最大的金融机构可能将会面临超过15亿美元的和解金罚款 如果德意志银行承认操纵的情况下 德意志银行达成的和解还包括美国纽约州监管机构 德意志银行即将与美国司法部 美国大宗商品期货委员会 纽约州金融服务部以及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达成和解 但是 和解协议尚未达成 这就意味着和解金可能会更高 事实上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银行已经拿出了36亿欧元 德意志银行的一位发言人表示道 我们仍然在配合相关监管机构的调查工作 到目前为止 由于操纵案 瑞银支付了15亿美元给美国 英国和瑞士当局 丹麦荷兰合作银行被罚款11亿美元 巴克莱不接受指控支付了4.5亿美元 同时 劳埃德银行支付了3.83亿美元 德意志银行股价上涨消息传出后 分析人士认为 这将可以很好的缓解投资者在这一方面的担心 德意志银行已经支付了7.25亿欧元给欧盟委员会 由于涉嫌操纵日元欧元银行同业利率 也就是被称为的欧元区拆息利率 而在这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件 正如一位分析师说到的 心理效应是没有确定性的 德意志银行是伦敦同业拆息利率最后一大法律纠纷案 可能会给市场带来一定的缓解作用 如果超过了预期水平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再见